前面提到松赞干部执政前 土拨只有一种宗教 名为本教 存在已有上千年了 专作祈福 香灾 求雨 占卜 咒术等伐 松赞干部执政后 统一了藏文 开始翻译佛经 出传佛教 松赞干部派人到印度和尼泊尔交界处 请来了观音像 作为供养修佛的对象 后来 松赞干部迎娶尼泊尔尊公主 公主带来了释迦摩尼像 弥勒像 不动佛像等 松赞干部与大唐联姻 政治意义非常浓厚 她要借于大唐联姻 改变和削弱 操纵正直的本教力量 文成公主入藏 实则为佛教在藏地的流传 开辟了道路 文成公主带到吐蕃有两件佛教宝物 一是本尊释迦摩尼佛像 另是三百六十部佛经 她历尽艰辛 一路上传播佛教文化 本教背后的黑暗实力一直在排斥佛教 本教的法师在公主入葬后 一直在施法谋害公主 公主随身带着识别善恶的宝剑 可照出鬼魅的影子 公主身边有天龙八部护法 还得到诸天神佛的护佑和电话 一路到达拉萨 已经出乎本教法师的意调 他们原以为大唐的公主会病死在和园 来自尼泊尔的尺尊公主 独心佛教 要修建佛寺 可是建好的庙墙到晚上就被恶鬼推倒 还有人听到恶鬼在谩骂 释放世界的神佛 至尊公主很是苦恼 一字梦中 至尊公主看到天界的圣殿 自己和另一个仙子在佛前领命 要在人间血浴高山 弘扬佛法 而后 她和仙子连眉下走 幸后 尺尊公主思量着梦境 猛然觉察 那个仙子是大唐公主的模样 梦境点化了尺尊公主 她明白了 自己和文成公主是由使命而来的 要在血浴高原传播佛法 她决定去求助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也意识到 必须和尺尊公主合作 才能达到目的 她们都笃信佛教 共同的信仰使她们开始走近 其实这两位公主 都是来自天界的高级生命 尺尊公主是天界九重宫中的一位仙女 文成公主是天界的一位女神 骑着凤凰往来于天阙 而松赞干部 曾经是天界的守门将官 她们被赋予天命 来到人间 在西藏弘扬佛法 原来整个西藏的宏观地图 就是一个罗刹魔女仰卧的形状 在堪语树上称为魔女帅师 意味着这是一座凶险之地 要化解凶杀就必须修建佛寺 在关键地点镇住罗刹 每隔一段时间 文成公主都会出行 进入普通藏民家中 了解她们的疾苦 关心她们的生活 并尽个人所能 无私给予帮助 同时也在仔细地 勘察西藏的地形 她知道西藏地形的凶险 是魔女帅师的姿势 这对吐蕃帝国和民众 非常不利 每当走到摩擦地形的关节处 文成公主的身体都有感知 她知道 必须镇住摩擦的关节 切断她的通道 使其能量不能和地上形成沟通 暗能量在陨没 佛教才能昌盛 佛寺的修建逐渐兴起 西藏的镇摩寺 地点都是文成公主选定的 当修了六个寺院后 文成公主知道了 如果停止修镇摩寺 自己会有子寺 文成公主面临着选择 是改变这一方恶劣的风水 还是有自己的子寺 这时 圣皇的叮嘱响在耳边 教化一族 勿以个人得失为虑 公主明白 自己是要完成圣皇的嘱托 她选择继续修镇摩寺 十二镇摩寺修成 公主看到 吐蕃的风水要发生流转了 可是魔女的心脏位置还没有镇住 这个位置就是马步日山下的 卧塘湖 因为这个湖的下面就是魔女的心脏 这里不镇住 其他地方等于徒劳武功 于是施工队用山羊运输 驮来的土石填平了这个卧塘湖 在上面修建起的寺庙 就是大昭寺 而拉萨这个名字 也是从这个工程里诞生的 拉 藏文里就是山羊的意思 而萨 就是土地的意思 合起来的意思就是 山羊修建的地方 大昭寺里供奉着 赤尊公主带去的佛陀八岁金身像 距离大昭寺北面 五百米远的小昭寺 供奉着文成公主 从唐朝带去的 佛陀十二岁金身像 自此西藏的恶劣风水就改变了 土拨隔排力量复杂 奔教人士气焰嚣张 修建十二镇摩寺的过程 实质是佛本之争的过程 在佛教流传上 文成公主除了带去佛像和佛经外 还传入寺院建造法事 她还将汉地的十四种寺院法规施刑法 传入土拨 文成公主看到拉萨周围的山 有的非常凶险 在打坐中 她看到了山背后的生命形象在显现 有的像气泡一样 有的是凶恶的动物 有的对应着凶器 文成公主对这些山分别以 妙帘 宝散 诱施海螺 金刚 圣立床 宝平 金鱼等佛家宝物命名 这些山在被命名后 佛教护法利临 山界的法宝就进入山脉 天人感应若此 实乃天界的护持 神佛的慈悲 宋赞干部大力支持佛教 她和文成公主一起虔诚礼佛 汉地佛像 佛经 佛寺行至 及汉僧进入土拨 使佛教得以在土拨洪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